Hello,大家好,我是小程 我们今天继续来看一个格尼的变频版 这个变频版也是16 这个变频版我到时候测了一下 发现它这个模块已经坏了 我们给大家测一下 它坏了这一箱 这一箱已经短路了 那么我们先把这个模块给拆下来 好,这个模块已经拆下来了 我们下一步可以上电了 因为之前这边我已经测过了 没有明显的短路 我们上电测一下开关电源输出正常 开关电源输出正常的话 我们测一下这边的驱动 没问题的话应该是可以装这个模块 好,这边送上电之后 我们看这边指示灯已经亮了 我们来测几个电压 首先测这个5V 4.9V正常 15V正常 12V正常 这个电压基本上是正常的 那么我们下一步来启动 我们用试波器来测一下这个驱动波形 因为它这个没上模块 它可能会启动一瞬间 就会进入保护状态 启动的时间比较短 那么我们迅速的来看一下这个波形 好,这边检测仪 我已经代替内机检测外机了 我们现在直接测 测这边这个6个驱动电阻上面的这个波形就可以了 好,我们现在把这个镜头对着这个示波器 好,我们这边要稍微等一会儿这个检测仪的启动 我们稍等一会儿 好,我们现在已经启动了 好,我们快速测一下6路驱动 第3路 第4路 第5路 第6路 我们停止一下 好,我们可以看出我们测到这个驱动之后 它这个频率是5K 6路驱动都是一模一样 那么我们下一步就可以直接装模块了 好,我们把这边这三个自举电容检查了一下 我们就可以装模块了 然后我们装这个模块的话 我们一定是先把这个模块的螺丝上好 再去焊这个引脚 因为如果我们这个距离调整不合适的话 我们把这个引脚焊上去之后 再上这个螺丝的话 可能会把这个模块扯破 或者是把这个电路板扯的变形 我们螺丝上好之后再焊这个引脚 好,我们这边焊好之后再把螺丝取下来 把这个板子反过来 我们把这边有的地方还要补焊 你这些位置还给它补个焊 这两边都是 这边已经补焊补好了 不过对面也是都补了 然后这个细节一定要处理到位 因为出厂的时候 它都给你这边都双面都焊了 所以说我们也不能马虎 好,那么这样我们再来商店来测试一下 如果行了之后 我们再涂上这个散热硅脂 直接装机 好,我们这边所有的这个都接好了 我们来上电,试一下看 现在这个测试也在启动 我们稍等一会儿 好,现在这个是正常启动的 压力在转,风扇也在转 一切正常 好,那么我们最后把这个打上硅子 给它装好就可以了 好,那么本期视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谢谢大家观看